其组这个名称被无数系老球迷所提及,其组全名,其内丁亚斯的其达内,其达内想必这个名字,无论是伪球迷还是真球迷一定都耳熟能详了。 听闻当年在98年世界败上用一击铁头弓顶帮对方队员当即领的裁判的红宝石卡随后黯然离场。 那么这篇文章我们来探究一下这位西域的超级中场大师在贝利等民宿的嘴里是怎么样存在的,到底是言过其实还是当之无愧,其达内是过去十年当中最出色的球员。 这一点并不难得的证明,他拥有了一名球员所能获得的一切荣誉。 另外他在球场上的表演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巴西足球民宿,贝利奇达内就是奇达内,没有人敢说当今足球世界还有谁能够与这位大师比你,奇达内永远是伟大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像奇达内一样控球,阿根廷足球民宿,杰格马拉多纳,奇达内是我合作过的最伟大球员。 他的视野,他的操控性,他的节奏,尽管他是一名中场,但他同样拥有绝杀的能力。 前巴西足球运动员,罗兰尔多·大罗,奇达内体现了足球的伟大之处。 如果人们要在一个后卫,一个中场和一个前锋中做出选择,通常来说,标准就是技术,而奇达内的技术和视野都是梦幻般的。 他是所有年轻人的参考,偶像和榜样。 今天他代表了足球,奇达内是最近几年最具观赏性的球员,他的走会让足球缺少很多观赏的机会。 他的离开,不仅是黄马球迷,而且是世界球迷的损失。 前荷兰足球民宿,约翰克·路易夫,看过各位足坛大佬吹完,我已不知在该找哪个角度进行吹了。 作为球迷,有时遗憾没有生在与此类巨星所处的时代,那么提到奇达内你所能记起的有哪些关于他的回忆。